姜粉喷鼻治好多年鼻炎案例 有时候感觉比较干燥 有时候还会咳嗽 另一种情况 就是灰尘比较多的地方 还是当脸部朝向空调冷气的时候 会流透明无色的鼻水和鼻涕 这种情况已经长达20多年 我的朋友啊同事都觉得我讲话的时候特别的闯 根据我的情况 张医师说如果长久按推头部原始痛点无效 就把热盐直接送达内鼻孔患处 我愿意尝试这个方法 你就把姜粉往我两个鼻孔喷姜粉 这个过程就是鼻子有很呛辣的感觉 当喷进去的时候就有那种咳嗽的感觉 喉咙会有辣辣的 鼻涕开始流 两眼眼泪直流 这两分钟的感觉是非常不好受 鼻孔也在接下来的一两个小时 都是阻塞的 不过之后鼻孔就会慢慢打开 呼吸就慢慢顺畅 在这期间需要配合大力按摩 鼻子两翼的肌肉 经过四五次在鼻孔内查姜粉 鼻孔阻塞的限价也就慢慢舒缓 现在早上起来还会有一点阻塞 不过继续在鼻孔内查姜粉 内部鼻孔就慢慢打开 情况也好转很多 呼吸也舒服多了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